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土豪老师 那前面我对于如何培养出一个轻松审理的一个读书习惯,读书方法 已经教了各位同学六招了 那今天呢,要来教各位同学第七招 第七招是什么? 我觉得这七招很贱的招数 这叫做利用老师 好,怎么说利用老师? 很多同学都会很看不起老师 都会觉得老师教,就是教也不断在教什么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他们不太喜欢去问老师问题 或是上课的时候也都随便听一听 那其实你真的就大错特错了 老师这个角色很重要,为什么? 他传授给你知识之外 而且他是把所有东西浓缩成一个简单的方法来教你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简单的方法学起来 所以利用老师就是要学他这个简单的方法 所以如何利用老师呢? 记得有任何问题,有任何想不通的什么的 尽量去问老师 当然有很多学生都会觉得 老师是什么学习道路上的一个绊脚石 觉得老师很啰嗦,很烦,对不对? 看着就很讨厌 所以都不想去理老师 这样子真的不对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你等于是什么? 你等于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在靠你自己的力量 好,那你自己量,你才几岁? 对不对,当然要利用老师他教了20年30年的这个经验 他都帮你整理好了 你干嘛不利用他咧? 他说什么你就听嘛 先做看看嘛,对不对? 做看看,听看看 诶,就OK啦 不要没事就一直在觉得老师是不对的 老师是不好的 好,所以利用老师很重要 就是学习老师给你的方法 学习老师把他浓缩的精华 把他学过来 那当然也有一种老师 可能你上了课你就觉得 看着他就很烦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听着就很烦 那面对这种老师 你还是要仔细的去想一下 也许他还有那么一点点可取之处 拿来利用他 为什么? 因为你时间就已经花掉了 如果你不去听他的课 不去管他 那讲了你这50分钟的课 你就浪费掉了 那你还不如在这50分钟当中 尽量去找他的优点 去学习他的各方面 他教的不管是课程的内容 还是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讲废话的能力 也很OK啦 都OK啦 去想一下学习他的东西 好,所以利用老师很重要 还有就是 记得 当你有任何不懂的东西的时候 尽量的去问老师 好,有很多同学不喜欢问老师 都喜欢问同学 觉得问同学就好了 事实上 同学教的不见得比老师好 对不对 那当然有的同学教你 可能比较听得懂 因为你本来就已经不太喜欢 跟老师聊天了嘛 但是你要知道哦 事实上你去找老师 老师可能能够借由这样子 来了解你的 借由你的问题 来了解你的状况在哪里 他能给你别的问题 那有的时候同学在教你 他只是在帮你解冻而已 而且常常你听不懂 你也不好意思继续问了 但是老师不同 你可以继续问 问到他烦 问到他发火 为什么谁知道他是老师 他就应该要告诉你 他就应该要教你 对不对 好,所以记得各位同学 在学习这条路上 善用老师非常重要 因为老师等于是 他把他浓缩这几十年 他学习的精华 全部一股脑的告诉你 教你 好,所以一定要善用老师 这件事情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七点 善用老师 好,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有第八点 第九点 第十点 好,所以各位同学 再见啦 拜拜